这是十月最受期待的《激战新番》 也是TV动画首次采用少女为主角的原创高达动画 故事开篇发生在浩瀚无垠的宇宙 这里有着一所专门研究高达的公司 名叫奥克斯地球 这天女主的妈妈诺拉正坐在最新研发的三号高达里 尝试着与其产生链接 可不管她怎么努力都无法突破最后的33层 卡尔多博士只好叫停了测试 诺拉感到有些自责 因为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 如果再不拿出点有关高达无害的研究成果 评议会那边就要对奥克斯地球出手了 原来在此之前的研究中 高达与人产生链接后 大规模的数据传输造成了人脑的不可逆损伤 评议会那边认为这严重影响了人类驾驶机甲的初衷 打算借此理由铲除奥克斯地球 距离提交研究成果的期限已经不多 这天刚好是女主艾莉四岁的生日 母亲准备将点好的蜡烛插上蛋糕 手臂却突然失去了力气 拢起袖子才发现是个机械手臂 艾莉很是不解 为什么妈妈的机械手臂老是罢工 母亲却说如果没这个高达手臂 自己早已不在这个世上 这时艾莉的父亲突然接到了来自总部的电话 他只好对艾莉说了声对不起后 朝着自己的工作室走去 艾莉感到很是委屈 今天明明是自己的生日 爸爸妈妈的心里却全是高达的研究 他独自一人来到最新研究的三号高达 大声喊出了心里的委屈 发现卡尔多博士还在研究着三号高达 博士告诉艾莉 人类在宇宙中生活 需要一副可以适应新环境的身体 眼前的高达技术就是我们的未来 是为人类开辟可能性的一扇新的大门 只有四岁的艾莉根本听不懂博士的解释 于是博士带着艾莉进到了三号高达的内部 艾莉缓缓将手放在前方的感应器上 这样一来三号高达就认识他 在博士的引导下 艾莉开始对高达介绍起自己 也就在这时博士接到一通紧急电话 嘱咐艾莉独自回去后匆忙离开 而在另一边 评议会借着召开记者招待会的期间 暗中对奥克斯地球展开了袭击 面对突如其来的攻击 艾莉的父亲毫不犹豫地坐上高达一号机 与敌方的机甲展开厮杀 高达一号在艾莉附近的操控下 对面的普通机甲压根不是他的对手 再加上队友驾驶的高达二号机 把对方打得节节败退 可没想到对面还留了后手 出动了专门对付高达的机甲 在特化攻击的压制下 队友的二号高达瞬间失去了能量 二号高达就此与梦 与此同时 奥克斯地球内部也遭到了敌人的入侵 艾莉的母亲好不容易找到了躲在三号高达的女主 本部より各ユニットへ ガルドナド及び主要メンバーの生命無力化に施行 フロントの爆破準備を撤退せよ 先生 どうして先生 ママ レイヤー33からのコールバック 一体誰の認証バイタルで ママ この子起きたの 登録番具内に強力な電源 未登録のパーメット識別コードです もう一気に届き 何時起きた 恐し 感覚 未知 未知 敌方普通的机甲在爱力操控的三号高达下不堪一击 但在紫色机甲的攻击下三号高达还是被砍下一条手臂 也就在这时爱力的父亲驾驶着高达一号 对紫色机甲发动了拼死反击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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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